嗨,大家好 不管你是新观众还是老观众 都很欢迎来到PlanLab植物实验室 这部影片是频道新系列影片的第一集 这个新系列叫做植物种植大百科 顾名思义,百科全书作为解答特定领域问题的工具书 在这个系列里,主要会分享植物种植上的各种疑难杂症 每一个单集介绍一个小主题 集结成一部完整的植物种植百科全书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始这系列的第一集 主题是种植盆器该如何选择 另外,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观众 也欢迎按下订阅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也请不要吝啬地按下一个赞 谢谢大家 首先来讲盆器的材质 盆器材质种类繁多 常见的材质有哪些呢? 而这些不同的材质又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这边介绍几种常见的盆器材质 第一个类别是塑胶盆 这是市面上最常被使用的种植盆器 容易取得且价格较低 广泛地被使用在各种种植场域之中 第二个类别是塑烧的桃瓦盆 没有上油料烧制的盆器 这类型的盆器材质具有微小孔隙 排水、透气性较佳 第三个类别是水泥盆 水泥盆在过去几年相当的流行 扑具美感、质地坚硬 材质上同样具有微小孔隙 排水、透气性较佳 第四个类别统称为天然材质 像是蛇木、椰纤、纸纤维、木材等等 这边大略知道几种常见盆器的类别之后 接下来会针对各个类别做优点、缺点的介绍 塑胶盆是市面上最常被使用到的盆器 有各种不同的颜色造型 如柚图有白色以及咖啡色的塑胶盆器 也有长方形以及圆形的塑胶盆器 那塑胶盆器主要的优点如下 它价格便宜 形式、颜色也很多样 重量也较轻 那讲完了优点 它有没有缺点呢? 当然是有的 塑胶盆器因为材质不具有孔隙 所以它的排水、透气性都比较差 并且因为是塑胶制品 容易因为长时间的阳光曝晒而变色 或者是脆化、然后碎裂 还有容易因为日照而吸热 影响植物根系的健康 没有上诱料烧制的素烧桃瓦盆 也是原意上很常使用的一种盆器 盆体的红核色 搭配植株的绿色 在视觉上有装点花园的效果 那这种盆器有什么优点呢? 因为材质具有孔隙的关系 它的排水、透气性都会比较好 并且不容易因为日照而吸热 以上这两点对植物根系健康都有正向的影响 另外也因为材质重量较重 适合头重、脚轻的植物 例如一些长得比较高大的木本植物 就很适合用这种重量比较重的桃瓦盆 那缺点呢? 盆体长度较低 容易因为碰撞而碎裂 此外也因为材质的关系 湿气容易从盆体表面蒸散 若潮湿的时间拉了很长 就容易导致盆体表面发霉或是长青苔 而长青苔会进而影响 这种盆器盆体本身的透气特性 水泥盆是近年来很流行的一款盆器 放在室内当作装潢软装的一部分 具有简约自然的美感 目前市场上也有许多课程教学 如何自制水泥盆器 也可以去报名来试试看 那水泥盆器有什么优点呢? 水泥盆的一大特性是 直立坚硬、结构性强 并且不易碎裂 水泥材质也具有孔隙 排水、透气性也是好的 另外就是美观 常用来作为装潢软装的搭配 水泥盆的缺点其实也是不少的 盆体容易因为日照而吸热 可能会影响根系的健康 另外水泥盆本身重量比较重 如果水泥盆做得比较大 可能会重到难以搬运 最后是水泥盆最大的问题 水泥盆本身是碱性的物质 长期使用后容易伤害 不适合碱性土壤的植物根系 进而影响植株的生长 这边我们把几种常见 利用天然材质制作的盆器 放在一起做介绍 第一个是蛇木板 是经由蛇木屑干燥后加工制成的一种物质 它的排水、通风都会比较良好 常用来种植兰花或者是攀爬类的植物 第二个是椰仙盆或者是椰仙板 近年来由于蛇木板越来越不容易取得 椰仙板不是为一种良好的替代用品 它的透气性强 然后饱肥、饱湿的特性加 常用来种植鹿角爵 第三个是木材 木材常用来作为爵类植物定植用的底座 浸泡之后吸饱水分 可以蒸散供给植物根系使用 最后是纸纤维 此类盆器容易被大自然分解 是对环境有益的盆器 除了前面介绍的各种盆器之外 还有其他非常多种类型的盆器可以选择 各有其优缺点 可以根据需求选择自己适合的盆器 像是玻璃的盆器、金属盆器、陶瓷盆器 还有其他各种 在看完前面介绍的各种盆器 以及各别的优缺点之后 你一定会感到很困惑 有这么多种盆器 我该如何选择呢? 这边我们提供几种常见的情境 帮助大家选择盆器 像是第一个 有时间照顾植物 希望好观察土壤的潮湿度 避免浇水过多烂根 那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选择速烧的淘盆 以及水泥盆 因为呢 它的透气性加水分 可以从盆器的表面散溢 并且你也可以从盆器表面的颜色 来判断土壤的潮湿度 又或者是像是第三个 植物生长停滞 新叶越长越小 那这时候呢 其实你就可以观察 是否根系已经长满整个盆器了 可以准备考虑换更大的盆子了 再来 像是第五个 我不太想太长浇水 希望可以降低浇水的频率 那这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塑胶盆 因为塑胶盆不具备透气性 相对较容易保持土壤的潮湿度 但是切记 浇水频率需要控制 避免烂根的问题发生 再来 像是第八个 我想要观察植物根系的成长 那这时候 你可以选择塑胶质的透明 或者是半透明的盆器 这样你就可以很方便地 去观察根系的成长 也方便判断是否需要浇水 今天这集影片就介绍到这边 希望这部影片的内容 能对你有所帮助 接下来这个系列 植物种植大白科会持续更新 也欢迎你持续关注 另外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观众 也欢迎按下订阅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所帮助 也请不要吝啬地按下一个赞 谢谢大家 拜拜 See you